啊,是的,随着上个月星际异攻队圣诞特辑上线 漫威的第四阶段也终于告一段落 这个层次不起,多数时候令人战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阶段 虽然说整体缺乏一个像无限宝石那样的故事主轴 或许加深众人的超级英雄疲劳 但是也有好几部突破漫威过往的故事模板 证明漫威事实上仍有无限可能 征服者康明年2月即将一展批开漫威多重宇宙 现在就让我们来排名一下这个过去两年的所有作品 做一个整体回顾 大家好,我是超立方,我的干快要爆炸 感谢点击这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出来炸到这电视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各种必看影视解析 快来一起跟上 17部作品,一个一个排名,绝对会有些争议 不过我相信这最后一名肯定是不会引起争议的 也就是第17名,黑寡妇 相信这部电影许多人根本就已经从记忆抹除了 或是根本没看过 当初疫情震撼,连我都是不得已在Disney Plus上 跟朋友一起看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反而比较好 至少在家里连线还可以一起欢乐吐槽 如果在电影院看出来之后大概只会一片死集 黑寡妇从头到尾都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 角色都已经壮烈牺牲之后才推出 又是讲个好几年前,没什么人好奇的故事 明显更是因应群众要求说 黑寡妇堂堂复仇者元老怎么还没拍电影等等 女力崛起的声音才干净凑合出来的作品 作为一部开启漫威第四阶段的作品 实在是有点砸了漫威的招牌 黑寡妇身为一个真正的间谍 在剧情上却完全比不上美国队长2的政治惊悚掉性 节奏也十足颠簸 角色间的情感戏全部塞到中间的一场晚餐戏码 动作戏没什么看头,反派也非常无力 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Natasha追寻的到底是什么 或者追杀她的到底是什么人 导致故事直到最后一幕前都毫无风险 而在揭露真相之后 这反派也让人感觉是某种冷战时期电影留下来的过时产物 最后也沦为标准的荒谬电脑动画大战 更开启了第四阶段饱受野鱼的漫威特效瑕疵 最大的罪恶是这部电影所讲述的剧情 几乎没有让人对于Natasha这个角色有更多体会 也没有让人对于漫威的故事走向有更深刻的期待以及了解 简单来说这是一部极其激乐的电影 相比之下既然这整部都一再引述鹰眼所说的那个事件 为什么不干脆带我们重返那个事件 认识还是顶尖杀手的黑寡妇 以及她如何改邪规症 一定有看头多了 但这样就没办法带出白寡妇了吧 如果说是一部藏在第三阶段某一处的电影就算了 但是作为第四阶段的第一部电影 萨诺斯无限传奇之后让漫威成仙其后的作品 不仅没有达到任何重燃其代的效果 更是让人隐约觉得漫威是不是老狗变不出新把戏了 第16名是一部实在令人不知所以然的电影 也就是雷神索尔爱与雷霆 说真的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客YTT分明就会拍电影 神鬼好野人吸血鬼家庭诗篇吐槽男孩 全都是融合荒谬喜剧和深刻情感的佳作 第一次看雷神索尔诸神黄昏的时候 可能还要习惯他那独特的风格与节奏 但终究还是发现追不定突破漫威框架的可爱之处 也让人更进一步认识索尔和洛吉 Korg更是完美的台客代表 但是一来到爱与雷霆 这一切似乎都全然失控 非得要用笑点来中断情绪不可 同样的笑话硬要讲好几次 Korg从荒谬的斗序变成令人烦躁 宙斯也只是个笑话 连反派Korg虽然由Christian Bell加持 但终究只是又一个与主角唱反调的单调坏蛋 充满冗昌的独白空泛的目标以及台词 跟主角的价值没什么实际冲突 而且每次都在不明所以暴打一阵之后 又不明所以的离去 等着下次再暴打一阵 更别提走走停停的节奏 让人难以投入任何一个故事戏码 无时无刻都处于铺陈和收成的尴尬模糊地带中 直到最后一场戏才让你恍然大悟 蛤?电影就这样要结束了 看着一批小屁孩拿着各种娃娃暴打黑暗领域恶魔 虽然知道这部电影想表达什么 但是完全感受不到其中的情势震撼 最后索尔和Jane感化过也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 差不多就跟听到一句 你要学会相信自己 然后就打出星星一样 不小心爆雷到另外不排名第一的作品了 精确来说这部电影也不是一无是处 黑暗领域打斗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完美运用对比极高的黑白画面 再偶尔配上一点素材 绝对是漫威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 除此之外也算是有呈现几个漫画经典画面 当然Crush and Bill更是在剧本没那么优秀的情况下 交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演出 然而爱与雷霆仍然是一部非常不协调 甚至可以说得上不真诚的电影 纵使有一个跳脱漫威传统的结局 但是在其他部分都有如闹剧的情况下 造就一部非常令人困惑的作品 第15名就是律师女浩客 可能有些人会惊讶竟然那么低 基于某些不明原因 竟然有人觉得我超爱这影集 显然没有一直说自己讨厌这部作品就是超爱 除了这句最后两集和中间心灵辅导那集之外 我从没说过这影集有什么好看 律师女浩客显然是一部力求脱离漫威传统的作品 不仅不断打破第四道墙 朝放漫威宇宙的各种老梗与作品 更是用一个轻松的单元喜剧形式呈现 然而这种剧看下来 只有两个特别令人惊艳的时刻 而这些更要归功于叶某侠的魅力 总体来说也是极乐 作为一个法律剧 所有与法律相关的剧情 却似乎都是草草了事缺乏张力 尤其与同时期播出的绝命律师更显得天差地缘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情境喜剧也没办法做什么发挥 但是过往许多作品都一再证明 即使是轻松的手法 也可以讲述深刻的故事像是良善之地 就算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 喜剧最大的职责就是让人笑出来 但是律师女浩克连这一点都鲜少做到 虽然还不到令人尴尬的程度 但是我不记得我九州看下来真的有笑出声过 甚至连微笑都能用一只手数得出来 作为一个明明带出重要性英雄 和许久不见老面孔的影集 Jennifer Waters的故事缺乏令人看下去的动力 虽然同篇都聚焦她在两个身份间的挣扎 然而除了互助会那集以外 这影集从来没办法让人完全投入 这当然不是演员的问题 太仅算是少数在第四阶段 有些明星魅力的新面孔了 问题是编剧像是集结了所有关于名气挣扎的劳梗 然后只挑了最表面的几个来讲 而这角色除了缺乏安全感以外 几乎没什么缺陷 但偏偏缺乏安全感 又是所有超级英雄都有的基本要素 九集看下来只觉得她有点虚荣又不想承认 而其中对于女性主义和两性关系的探讨 又直白强硬到几乎让人难以忍受 甚至比惊奇队长还夸张 有好几次用控诉的形式直接讲出来 现在都2022年了 女生走在路上被吹口烧 真的是一个最值得被拿出来探讨的性别议题吗 不过真要说起来 这影集多少还是有些值得看的部分 主要也就是最后那两集 夜魔侠呈现虽然不如Netflix版本那么隐喻 但她毕竟本来就不像蝙蝠侠那样 而这次更是很有诚意的 不仅让我们看到新服装 更为敏捷的战斗技巧 也让我们体会到夜魔侠比较仰光 乐在其中的一面 而她一出现 影集整体的对话品质也跟着提升了 也更扮演点出Jennifer 盲点的重要角色 盲点 懂吗 在她踏见法庭的瞬间 真的要感谢至少Feige没有搞砸这近乎完美的人选 接下来最后一集的超级线打破第四道墙 虽然不是没人做过 但连死士或Rick and Morty都没有做到这一种程度 竟然直接去找编剧 还大大嘲讽漫威影业本身 甚至让漫威总裁Kevin Feige 也以一个万能的人工智慧形式呈现 啊 一个被人说故事公式化的公司 似乎知道自己的短处 只能期待漫威真正认知到这个缺陷 逐渐改善了 Kevin前几天才说漫威接下来会重职不重量 希望真的能够成真 接下来第十四名 惊奇少女 我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风格非常可爱 甚至有点歪小子施考特的味道 从Kamala迷媚的仙境 让我们看见这个青少年超级英雄成长 整体故事老实说并不是特别引人入胜 其中时间旅行和异次元的剧情 也很可惜没有完全发挥 但也不如律师女浩克那样极乐 或像是爱与雷霆和黑寡妇那样甚至有点让我觉得身为漫威观众被羞辱 虽然完整从伊斯兰文化角度呈现出一个家庭问题的故事 但是要说到家庭问题和世代创伤 上期又明显比他优秀许多 整体来说还算是不过不实 不过至少在最后确认变种人回归 又丢出一个令人不得不好奇后续发展的旌旗队长片尾 只能说还行还行 第十三名星际一宫队圣诞特辑 我知道排名意外的低 但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部作品 而是因为它跟惊奇少女一样 可说是个不过不实的作品 圣诞特辑是西方行之有年的传统 虽然不是每一个系列都会出 但只要出现圣诞特辑 你就知道这会是一部充满家节气息的温馨作品 当然有时候是恐怖大于温馨 像是史上最有名的星际大战特辑 如果你不知道他有多强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做的星际大战圣诞特辑看蓝片 至于星际一宫队圣诞特辑 讲述是几个成员们因为失去Gamora 又多年没过真正圣诞节的新爵 Peter Quill愁眉苦恋 想找方式让他开心起来 于是螳螂女和Drax苦苦思索 该帮他准备什么惊天动地的圣诞惊喜 结果他们想到的办法 就是直接绑架Peter心目中的英雄 巨型Kevin Bacon 毕竟新爵前几集都一直提到他的电影 而这场逗趣的过程 以这两个笑点制造机的角度 看到他们来到加州好莱坞 与平民老百姓互动 难得聚焦漫威似乎从头到尾 都不怎么在乎的普通人 而我们明显也看得出Kevin Bacon 非常乐在其中 扮演真实的自己 在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下 与Drax这个明显不会看别人脸色的人 和行为举止全然像个小孩的螳螂女 擦出非常符合心机一工对气息的火花 不过这部作品中较为让人无感的 反而是最重要的星爵 Chris Pratt的演出总让人感觉过于用力严肃 不仅让我想起他在侏罗纪世界中的表现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连结 但毕竟他的戏份其实也没那么多 无损这部作品带给人的感动 更是有也许是漫威史上最佳的回马枪笑话 也就是火箭终于得到他垂涎依旧的Bucky金属手臂 而且这还是Bucky目前带着的心犯金属手臂 表示Nebula不是好生好气跟他要来 就是打雷架 稍微认真一点来看 我们又有在雷霆特工队宣传照 看到他还是带着这个金属手臂 要怎么拿回来就不得而知了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演员不断发生丑闻的年代 这部作品还稍稍嘲讽了好莱坞文化 虽然说我把它排在蛮后面的 但是这部作品不仅好好的在分隔六年之后 再度让我们看到星纪一宫队的魅力 更是完美达成圣诞特辑的宗旨 让大家感到团圆的温暖气息 俗话说血浓于水 但不代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没办法成为真正的家人 对吧 采开我ITT虽然是个融合荒谬喜剧 和真挚情感的大使 但是在James Gunn过去几部作品 星纪一宫队自杀突击队和这个特辑之后 我相信他更懂得如何好好掌控 这样微妙的雕性 让一群机名狗道之徒生殖人心 他要离开漫威去带领DC极起直追 真可说是漫威的一大损失 星纪一宫队3还没上映 我已经开始想念这位鬼才导演了 啊来到第十二名 奇异博士失控多重宇宙 一部明明有着无限潜能 却错失极毁的作品 原本可以让Wanda真正合理的黑化 原本可以真正发挥多重宇宙无限的可能性 原本可以真正塑造恐怖气氛 至于原本可以真正让光照会有除了解释性对话以外的发挥 就不说了 免得又有人以为 我是因为光照会马上领便当才给这部电影复品 当初他宣布的时候 原本第一集导演Scott Derrickson 就说要拍一部恐怖片 就让我倍感期待 难道漫威真的要放胆让导演去拍了吗 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了吗 殊不知导演没过多久 又因为创意分歧离开这部电影 换上蜘蛛人三部曲的Sam Raimi 这还不要紧 毕竟Sam Raimi也是恐怖片出身 而且极具风格 看来还是能让这个故事好好发挥 在上映前演员又宣称这是一部真正的恐怖片 虽然说各个电影演员时常夸大 但不免还是让我抱了些许希望 而在电影推出之后 实际成果却是 明显的受到Kevin操弄 首先这部电影对于看了汪达幻视的人来说 反而更令人困惑 究竟为什么在九集发展 放下创伤之后又马上大开杀戒 最不定是用黑暗神书的腐化来解释这些 用某种诅咒来合理化汪达的彻底堕入深渊 但是现在都2022年了 难道反派不能塑造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动机吗 而在这样的塑造下 汪达似乎就变成一个类似Jason 或者Michael Myers的恐怖杀人魔 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路 几乎不留什么时间 让我们看到他的痛苦 或是再度呈现于创伤的过程 Sam Raimi说自己只看过漫威的三部作品 连汪达幻视都没有 这点也十足展现在电影中 他与漫威想拍的明显就是两部不同的电影 而对于一个系列作来说 最伤的就是片伤与导演的互相拉扯 导致一加一小鱼儿 这里的确有许多Raimi的标志性手法 第一人称运镜迷幻的恐怖场面 以及快速拉近镜头 但是一切都显得绑手绑脚 没能完全达成他的荒谬恐怖 更没有真正令人害怕的场面 整部电影就这样稍微有些恐怖元素 却缺乏张力 其中角色塑造也显得有些乏善可乘 不仅仅是汪达 博士在这里也几乎就是从一场戏被带到下一场戏 重新学习他在上一部电影已经学到的是 谦卑以及放下执着 更别提America 在最后居然是因为 你要相信你自己这样老梗的一句话而解放能力 不免让最后的高潮让人有些抽离感 而这部电影也显现漫威第四阶段的问题 既然是多重宇宙 为什么不能大胆一点 只带出了马上要死的光明慧 以及黑化奇异博士 尤其是在当时刚看完妈的多重宇宙情况下 更显得相显失色 而最后更是展现漫威长期以来 不敢冒太大风险的问题 让奇异博士使用混沌魔法的危险能力 却又没带来真正的后果 只是展出一只看起来很好用的第三只眼 尽管如此 这部电影排名没有更后面 就是因为Sam Remy的确带来了不一样的元素 即使在漫威掌控下 仍然确实让我们看到他的风格 只能说希望漫威接下来 能够再铺成未来故事的同时 让导演真正发挥 同时也顾到最关键的角色塑造了 在看了第一集之后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心想 哇天哪也太神了吧 这种记忆断片的手法 创造出一种不可仰赖的叙事者风味 我们就跟Steven本人一样困惑 为什么一觉醒来就看见死伤惨重的敌人躺满地 甚至跳过好几天来到别的国家 一切都充满悬疑张力 更是还原月光骑士在漫画中 令人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故事呈现 虽然没有漫画那样九万十八拐就是了 我还是期待真人版有一天能拍出来 我讲了你也觉得我在唬烂 只能说我到底怎么可能写出 这么让人搞不清楚状况的故事 至于影集 Oscar Isaac演技在第一集就展露无遗 在后来Mark和Steven双重人格同时出现时 更是令人惊叹 我们一开始认识的Steven有点可爱 完全状况外 却又带着一颗孤独善良的心 时不时因为无法掌控自己命运 而显露出的痛苦神情 简直不可思议 来到第二集虽然没那么经验 但还能算是线性地发展一个优秀的超自然冒险剧 不过三四集呢 只能说我完全不对我胃口 故事来到埃及后明显在致敬神鬼传奇 不过却没有将这样的故事更新到2022掉线 简直像是在玩一个没那么引人入胜的闯关游戏 好像是从一个剧情点到下一个剧情点 找了一个NPC之后再找下一个NPC 再来几个根本无趣的解谜桥段 或者说是稍微因为Oscar Isaac演技 而好像那么一点的秘境探险电影 这些游戏破关桥段的塑造 也因此有点缺乏对比的张力 完全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或定点 真可说是映照月光骑士最出名的经典名剧 而主要反派虽然有Ethan Hawk演出 但是这角色塑造从头到尾不是在说教 就是故弄玄虚 只知道他中文可能还是要再练一练 最严重的是 这影集从头到尾也暗示第三个身份 Jake Lockley出现 却一直到片尾画面才让他现身 我是说暗示和预兆确实要做好 但是一直摆到最最最后一场戏 不免让人觉得有点玩弄观众 更有点利用Jake来在困难情境 侥幸脱身的味道 在那么多次记忆断片之后 至少让他最后一次大战能现身 实际看他如何狠狠处决这些威胁吧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但是 第五集又实在太令人拍案叫绝了 创伤这个主题几乎是贯穿第四阶段的命题 而月光骑士的呈现不仅忠实 而且做足功课展现身份解离症候群的困境 其中用来世的精神病院这种手法 更是完美凸显出月光骑士这个角色的奇异以及多样性 看有多少现实世界患者出来分享这影集 如何让他们深感认同就知道了 这样的一个叙事手法 更是一次引爆月光骑士这个角色的伤痛 让人彻底理解他超乎常人的心理状态 第六集虽然也是漫威标准的高潮大战 不过在众神以及月光骑士 华丽的战斗技巧加持下 仍然带来一个令人满足的完结 更是进一步喧化角色 只能期待月光骑士早日和其他午夜之子成员们合体了 进入前十名 第十名也就是永恒组 啊 永恒组 本来是我第四阶段最期待的电影 找来奥斯卡最佳导演赵婷直斗 坚持不用绿幕拍摄 在预告片就直接展现他最擅长的自然美景 与从没在漫威中见过的摄影艺术 更是期盼他细腻描绘边缘人性的手法 如何套用在一个横跨千年的故事上 然而实际上的成果却不见理想 或许可能是永恒组成员真的太多位了 角色没有任何一个是真正能让人投入或体会的 勉强除了Fastos和Droid以外 片长将近三个小时 就看着他们每一位轮流站着讲述宇宙和人性大道理 近乎虚无缥缈 甚至让人觉得厌烦 想要塑造出史诗级的震撼感 却因为角色一点都不见人情而完全做不到 我知道赵婷自己小时候也很爱看漫画 但这部作品就好似一个人只看过几部超级英雄大纲的人 依照他们心目中的完美英雄拍出来的作品 除了刚才谈到完全无法让人体会的对话 还有每次出现都非得要站出完美阵线 更是因为他们的设定而刻意营造出有些冷酷疏离的个性 我知道这些人几乎可以称的伤是神 但毕竟是一个故事 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塑造一个又一个升职人仙的角色 就连古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希腊神 北欧神 埃及神 中国神 每一个不是充满缺陷于个人特色的 更别提近代的作品了 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时间玩战神 要讲述一个有着丰富色彩与冲突的神话 已经有上千年的前人能参考了 我忘记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 总之就是漫威的英雄讲述凡人如何成为神 而DC则讲述神如何被灌入人性 这部电影就像是个没抓到DC精髓的DC电影 尽管跨越数千年探究人性以及道德 却几乎从来无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两个主角更是干柴碰上干柴 虽然拍出整个漫威第一个闯戏 却只是更让人抽离 Icarus就只是个硬汉 而Cersey也只是个老梗的善良慈母角色 我的天 为什么一部照停的电影会让人无法投入 其中剧情发展更是以众多的解释性对话带出 尤其是中断天神组揭露阴谋的解释 更是完美的催眠药 即使他们是神 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无趣的平凡 这样听起来我可能超讨厌这部电影 不过永恒族排名会在这里 就是因为它确实仍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漫威电影 其中的动作戏无可挑剔 无论是Macari不需要慢动作就能达成的速度感 有时甚至连自己都失去平衡 或是Icarus炙热的雷射 又或者是Cersey难以预测的物质转换 使用流畅优美的左右横摇以及连续镜头 展现出漫画中横跨两页的经验感 当然还有天神组的出现 让我们体会自身的渺小 一切都十足呈现这题材所需要的史诗 而这些如天使一般降临地球的永恒族 目睹人类的残酷自相残杀 即使与真正的神触手可及 即使自己身怀绝迹 无法拯救自己所爱之人 又有什么意义 整部电影中 我们就看着他们这样逐渐对人类情感投入越来越多 就这样紧抓着人的可能性 相信人类无穷无间的力量以及多元 让这些神明白他们来到地球的意义 相信若这次是作为一出Disney Plus影集 就有足够的时间让赵婷能够聚焦 这部电影虽然充满缺陷 但却美得令人屏息 这也是为什么 我虽然不会把永恒族排在太高的位置 但它却是我整个漫威宇宙中 数一数二愿意再看一次的电影 下一名 鹰眼是第四阶段第九名 起初看来是个毫无重点的作品 虽然好像有进一步探究 Clend Barton的创伤与悔恨 理解Natasha的死到底对她造成多大影响 不过前两集有些风险不足 也不确定反对势力究竟从何而来 又是何许人物 而且二代鹰眼Kate Bishop一开始讲白了 不过是一些副二代问题 虽然Haley Steinfeld展现了一贯的魅力 不过还是无法拯救有些漫无目的的故事 结果,啊,来到第三集 一切豁然开朗 反派的动机名料 再加上令人目不暇击的动作戏 还有用鹰眼重听力元素展现英雄的脆弱 以及这些拯救世界的重任如何逐渐摧残英雄们的身心灵 身为复仇者联盟最平凡的英雄 鹰眼不仅没有其他人的注意力 更是连求活命都有些吃不消 这些角色驱动的戏码 确确实实展现漫威最引人入胜的源头 也就是每个人各自的缺陷 以及跨不过的砍 令我们爱上这些角色的原因 不是电脑动画大战中断情绪的笑话 或是一连串客串 而是看着他们那些坐下来静静交心的桥段 随后又加入了白寡妇Elena 更是漫威客串的最佳展现 并不会打乱剧情 却又带着强烈的个人风采 带来更多冲突 与故事完全融为一体的加深主角 自己内心的挣扎 当然也让我们更期待白寡妇未来的发展 我都忘记他是在黑寡妇电影第一次现身了 只可惜真正的大boss金霸王回归 虽然当下使人欣喜若狂 但实际呈现就没那么完美了 至少对我来说有点过于卡通话 力气太强 一字一句都感觉太过用力 与夜魔侠重新现身可说有着天壤之别 夜魔侠在女浩客虽然个性跟原本有些差距 但还是明显来自同一个角色根源 金霸王塑造则跟原本差不多 但是怎么看就不像是使人闻风丧胆的金霸王 话虽如此说 最后一集还是十足展现这影集的圣诞主题 Clent就跟终极警探主角一样 在对抗蜂涌而上的敌人之后 终于与家人团圆 Kate则是在这家节气息中 讽刺地亲手让母亲被绳之一发 在最后却又在鹰眼身上找到新的家人 在这一连串故事中 他完全证明自己成为下一代鹰眼的资格 更是进一步深化了横跨整个第四阶段的传承主题 在这之后希望再也不会有人瞧不起鹰眼了 第八名无限可能嫁如 其实没那么无限可能 没错第八名还是有得罪 这部影集打的就是以动画的形式 加上多重宇宙助力 让我们看到从没见过也没笑想见过的漫威故事 而第一集说难听一点就是马上让人失望 简直是把美国队长E的故事从男性换成女性 在结尾加上稍微那么一点的多重宇宙旅行元素 看完之后完全不会让人期待这个影集 好在第二集情况马上好转 用动人的方式送 Chadwick Boseman最后一程 如果你不算上他没演出的黑豹2的话 让我们从Tutralla新爵的角度 重现星际一宫对最重要的契约之水 浓郁子态之血这个主题 三四集更是让人惊艳 第三集一致进火线追气令的方式 从Nick Fury角度调查复仇者联盟 一个接一个遭到谋杀之谜 而最后的凶手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竟然是为了女儿复仇的初代蚁人Hank Pem 从头到尾的惊悚张力 加上洛基角局以及最后转折 充分利用这悬疑的题材 展现漫威宇宙黑暗面 也真正用假如的题材 让我们看到英雄的陨落以及弱点 着实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奇异博士那集更是预料之外的黑暗 让我们看见情感究竟会把人逼到什么地步 目睹执念的后果 一个生不见底的漩涡 将人吸干之道眼窝凹陷 连带摧毁身旁的世界 人们时常说漫威电影缺乏长期的后果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奇异博士的终极后果 为了爱而放弃理智 最终带着整个宇宙一同送葬 虽然说这第一季最后一集收尾的有点长处 短期内也似乎没有要连接到真人宇宙的意思 不过其中最令人惊艳的几集 已经展现漫威至少有意愿好好发挥多重宇宙的题材 至于何时才能在真人作品中看到这样的表现 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相较之下第七名暗夜狼人 则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惊喜 当初月光骑士就一直在暗示暗夜狼人出现了 而漫威又说会在万圣节期间 于Disney Plus上上架一个狼人特别片 本来想说应该只是会用个标准的故事介绍这个角色出场 没想到预告一出竟然发现这是一部黑白片 其中还从头到尾贯注将近100年前怪兽电影的影子 如德谷拉、科学怪人与狼人 而且更惊讶的是 这次导演竟是长期为迪士尼配乐的作曲家Michael Giacchino 令人好奇漫威究竟会端出什么好菜 事实证明老狗还是变得出新把戏的 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群怪物猎人集结 争夺刚去世猎人的头衔和魔物 从这里开始这个特辑就十足利用这个题材的可能性 用这个老派的故事带出了特色迥异的角色 也更是在对话和场景设计上 一再透露出Michael Giacchino对于这个题材的热爱 画面完全还原当时的质感 颗粒强烈的光云 些微摇晃的画面 甚至还有标记换胶卷的香烟探痕 在这之后一场猎魔大赛展开 就这样纵身投入这场杀戮中 完全没有任何规则 随时让观众们胆战陷阱 不仅等着怪物出现 更是时时刻刻怀疑所有人的动机 以及他们为了达成目的会动用什么样的残暴手段 Giacchino更是用黑白的机会 借机撒了漫威从没机会撒的大量血浆 断手断脚一键穿吼 全身烧成灰烬毫不留情 而狼人的设计也是用真实服装和化妆 并不是现代电影多数时候采用的电脑动画 所有细节都能让这个特辑被人误认为 回到环球怪物电影的黄金时期 而既然身为一个配乐家 当然肥水不落外人田 Giacchino自己普出直接将人带回经典怪物电影 不断堆叠恐怖气氛的配乐 不过真要说这是不完美的老派怪物恐怖片致敬 就还差那么一点 前半段对于怪物的铺陈没那么多 出现之后又马上发现 他其实是个善良的可爱怪物 为了带出沼泽怪这个角色 也稍微抢掉了狼人的风头 但终究是瑕不言语 《暗夜狼人》仍然是一部出众的漫威作品 只能期待之后能看到更多特辑 如何持续跳脱漫威的传统格式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这部电影在上映前完全不被台湾看好 就连台湾的迪士尼代理都要在预告片里说 放下成见 实在是现象级的排斥 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主角的脸不够符合亚洲人审美观 又或许是有些人认为 好莱坞又会再一次糟蹋华人文化 和糟蹋梁朝伟 于是这部电影就这样饱受嘲讽 上映前就有一堆迷音和畅随 老实说我自己也觉得预告看起来有些廉价 原本除了梁朝伟之外没什么看点 但是上期一上映就跌破多数人眼镜 虽然不算是突破公式 却造就漫威名列前茅的反派 更带出跨越文化的情绪共感 这部电影开头还算正常 甚至可称得上老梗至极 又一个设定在古时的解释性旁败 讲述文武拿到实环之后征服一切 直到再也没得征服诸如此类 而上期与他的好友Cady首次出场 也不是特别吸引人 我们只知道他是个陶家子 并且实时抱着母亲的回忆 但是不出多久 我们就目睹这部电影所提供的第一大特点 精湛的武打戏 由前阵子刚去世的成家班成员 Brad Allen主导 不仅仅是拳打脚踢 更是善用视觉喜剧 以及令人目不暇忌的场景运用拍出变化多端的搏斗 没有过度剪辑的镜头 让我们看到每次中集背后的真功夫 再加上主角刘思木亲自上阵的自信 造就出漫威截至目前为止肉薄系的巅峰 虽然说来到最后一幕陷入漫威让人翻白眼的特效大战 但是上期与文武的对决 仍然达成华丽与拳拳到肉的平衡 然而动作戏也不是他唯一的成就 局部电影对于角色塑造也下了同样多的苦工 先说没那么令人满意的地方 KD仍是Aquafina最常在大片中扮演的凡人角色 甲满大人在这部电影中也只是个丑角 甚至让某些戏码变得有点幼稚 但上期与文武的冲突 以及文武自己内心的挣扎是毫不马虎的 上期身为刺客的历史 以及考虑杀掉父亲的冲动 都蒙上了一层漫威从没展现过的黑暗面 而文武更是完美展现了全世界 亚洲更胜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掌控 其中的情绪勒索不是出于恶意 而是藉由小孩达成自己内心的孔缺 完成人生遗憾 因为自己曾失去的事物 而强迫孩子必须接下这样的职责 而这主题也一再强化了漫威第四阶段传承的主旨 上期最后接下父亲的手环 意味着传承不只是盖瓜全熟 或是全盘拒绝这两个选项 而是审视自己的历史以及经历 将其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真正放下成见 才能开拓新的一条路 上期虽然没有打算突破漫威共识 但有两大工程 剧本深觉所有人都能体会的创伤 以及梁朝伟精湛的演技 他的眉毛一直充满深邃灵魂的双眼 第一次登上好莱坞就向全世界展现 也许是漫威史上最动人的演出 最后再加上精湛的动作场面 绝对值得成为漫威名流青史的电影 至于为什么没有排名更高 实在是因为接下来已经要进入超级爱的阶段了 进入前五名 王达幻世身为Disney Plus漫威影集的先锋 势必得留下上层的第一印象 多数时候他也的确做到了 许多人没那么爱这影集的开头 认为故弄选序甚至无趣 不过这前几集真正十足展现了漫威在萨诺斯弹指之后 有野心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故事 我们一开始就得知这影集会仿照不同年代的情境喜剧 但没想到会这么彻底 每一集都致敬不同年代的风格 像是第一集汪达幻世就装实复制50年代的经典喜剧 不仅在画面和音质上还原当时黑白的印象馆电视直感 再加上角色们刻意高低起伏的语调 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劳梗元素 过于热情的邻居 丈夫出门讨生活 妻子在家中为了小事淡险 以及和老板的尴尬晚餐等等 不过这时又再加上偶尔点缀 但是不会强调情境喜剧核心的悬疑桥段 一切都用荒谬情境对比背后隐约的不安 甚至可称得上邪恶 随着Wanda越来越不稳定 他幸福的小家庭也逐渐出现更多裂痕 神秘的养风人 直升机玩具 以及毫无原因怀上的双胞胎 一切仿若David Lynch作品一般的迷幻 以及虚实交错 让你永远也无法摸清情况 再加上每个礼拜才播出一集的形式 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热烈讨论猜测 待我们回到Netflix出现之后 就越来越难享受到的美洲期待以及张力 但Wanda幻视不止像是M.Night Shyamalan的灵异女仆那样 不断堆递疑问 却不给予任何实质的答案或线索 而是给予观众实质的推测空间 虽然有时候有点太过于挑逗 甚至可说是玩弄观众就是了 每一集更换风格时 更是完全善用Wanda改变现实的超能力 让人期待下个礼拜究竟会带来什么体验 来到中间点大揭露 更是直接给观众一记重击离开情境喜剧 来到外头目睹天剑局的视角 换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审视 我们前几集体会过的剧情发展 一切疑问一一豁然开朗 却又不完全将悬疑丢出窗外 仍留下不少疑问 实在令人佩服编剧的铺成功力 福斯版快营的现身更可说是漫威到目前为止 最惊人的揭露和客串 虽然说到最后发现漫威根本是在嘲弄观众 但至少那一刻 我有重新点燃对于漫威的热情 当然这种手法仍有个缺点 这影集似乎从头到尾都预测到 观众会做出什么推论 再直接打我们一巴掌 好吧可能只有我 但无论如何 这种手法玩一两次可能还会出人意料 但是接二连三做这种呈现 不免让人觉得多数铺成 只是为了反转而存在 尽管如此 这处影集对于汪达内心创伤 以及人们面对悲痛的呈现绝对耐人寻味 失去了一切的汪达为了生存 而创造另外一层在现实中无法达成的理想世界 到了最后却又要拾起过去残破不堪的碎片 找到方式面对现实 真正严重的创伤 何尝不是如此 说服自己另外一个故事 甚至直接阻隔无法面对的回忆 都是竭尽一切手段让自己能够面对人生 这个局限在西井镇的故事 十足显现人们在创伤之下难以逃脱的事实 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对身边的人造成更多伤害 当然漫威老毛病 可惜Agatha这个反派不是很有说服力 就只是个想要更多力量的恶棍 最后一集也些许陷入漫威的特效大战传统 没能让汪达创伤的主题好好收尾 另外一个反派天剑局长Hayward 也变得过于卡通化 原本因为弹指期间勉强苟活而产生的愤恨 到最后只变成另外一个过于极端的迂腐官僚 漫威更是话舌天足地让Monica补了这么一句 好似汪达的创伤就能解释她所有行径 让她免除一切责任和后果似的 毕竟过得不好并不是你的错 但不代表你自己能够不负起任何责任 虽然如此说 汪达幻视用情境喜剧的手法融合惊悚故事 确实是漫威的大胆尝试 即使在收尾不见完美的情况下 汪达的挣扎以及幻视寻求真相的张力 以及两人最后道别 仍然是绝大多数漫威故事难以比拟的 下一部第四名就跟汪达幻视有着天壤之别 一样让人惊艳却是完全不同的原因 猎鹰与酷寒战士起初肯定是第四阶段 最不令人期待的新作 找了美国队长的两位配角 带出一位新的队长 以及看似又是毫无特色的超级士兵反派 唯一让人比较期待的点 大概只有Zemo再次现身 但实际推出之后再次证明 只要你愿意聚焦于角色塑造 没什么故事是无法引人入胜的 故事开端看似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一个超级士兵恐怖组织直起 Bucky和猎鹰Sam合体试图阻止 展开一段类兄弟警探剧 但是猎鹰在接下美国队长盾牌之后 却发现自己遭新任的假美国队长 John Walker取代 这其中的主题就逐渐浮出表面 没错也就是传承 本来就质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的猎鹰 更是对于美国队长的传承陷入彷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影集从四面八方不断探究 甚至攻击何谓美国价值 像是John Walker这个经过试炼的高材生 表面看似光明磊落 却也只是美国的傀儡 一个被推出来塑造媒体形象的广告看板 而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盾牌上的裂痕更是逐渐浮现 为了担起这种传承的重担 Walker越来越不足手段 逐渐吞曲异正言辞的理想与正义感 展现出当今美国的现实 而影集也透过Zmo在监狱中阅读的马迹为例 让这个主题昭然弱节 也就是只要能达成目的 就必须不择手段 甚至对人民造成恐惧也在所不惜 还不止如此 猎鹰与酷寒战士更是透过老兵Isaiah Bradley 探究美国老兵如何为国家鞠躬尽脆 回归之后却被弃如避袭 不是被用来作秀 就是直接全然被遗忘 他与猎鹰纯粹对话上的冲突 也足以带出漫威截至目前为止 最凸显的政治议题 身为一名黑人 Sam为什么这么在意美国对战的传承 为什么非得要让自己成为美帝的代表不可 有些人可能会说是政治正确 但影集利用历史创伤来凸显现现代困境的故事 十足显现漫威绝对能在娱乐之外探究重要的主题 而不只是做作表面讨好而已 是的 我在说的就是女浩克和终止之传的全女性那场戏 在这影集里 每一个配角几乎都映照现实之中美国的面向 从Sam的妹妹挣扎着逃生活 到John Walker逐渐残暴的手段 凸显美国的未善 以及在有意无意中造成的附带伤害 盾牌染血的画面更是完美涵盖这一切的讽刺 只可惜最后一集洗白得有点过快 Sharon Carter原本作为忠诚的干员 在被遗弃之后成为黑市与罪犯买卖高科技的能力前科 则代表军事工业复合体自给自足 靠着死亡来赚件大把钞票的黑线事业 而Zemo和旗帜粉碎者则象征 美国自诩世界警察的行径 如何间接造就更可怕的极端敌人 但唯一的败笔就是旗帜粉碎者 虽然动机还算合理 却因为个性不足又不够有说服力 而无法真正留下印象 这也是因为剧组在疫情爆发期间 被迫紧急修改剧情造成的 还算情有可原 无论如何在这些故事与主题交织之下 猎鹰最后背起美国队长这个沉重符号的那一刻 确实令人拍手叫好 也完整呈现出传承的主题 在宣克省思传承所涵盖的一切意义之后 开辟出自己的一条路 在这之后我实在等不及看美国队长4 以及Valentina和John Walker这些新角色的发展了 第三名 蜘蛛人无家日则是这个阶段最不出意料的成功 在预告推出前 早就流出一堆消息说旧版蜘蛛人和反派会回归 八爪博士演员也是亲自爆雷 让众人期待值越来越高 而预告一推出更是掀起轰动 我们在其中看到各个经典反派一一现身 但是其他蜘蛛人仍然不见踪影 Andrew Garfield又守口如瓶 但毕竟是索尼 预告中又微微露线 明显在最后一个画面抹掉另外两名蜘蛛人 让这部电期望直升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即使你不是漫威粉 也免不了被卷进这兴奋之请中 通常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但无家日上映后却意外证明 这部电不只是须有其表 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在卖情怀 实际上也非常卖情怀 但因为结合三代蜘蛛人的个别历史 与奇异博士的多重宇宙故事 不仅让我们看到漫威未来多重宇宙叙事的可能性 更是在蜘蛛人身上 深刻塑造了选择的主题 这故事都因为Peter Parker想要同时拥有一切而引起 想要继续当好邻居蜘蛛人 却又不想要失去原有的爱情 友情和亲情 角色在故事中的选择必须有所后果 而在这里 我们就目睹到蜘蛛人选择不做选择的严重后果 将旧的蜘蛛人反派带回来 更是让这个蜘蛛人意会到残酷的现实 永远有面对不完的敌人 他没办法同时当个好邻居蜘蛛人 却又拥有正常的Peter Parker人生 当然这些许久不见的最经典角色 又完全还原当时的个性 与漫威蜘蛛人碰撞出前所未见的火花 整个故事就这样以非常Peter Parker的角度 试图拯救这些反派而不是击溃他们 甚至在前两代蜘蛛人出现前 就已经足以让人完全投入其中 与一整群反派坐在家中 和平地试图治愈他们的诅咒 绝对可说是个前无古人的超级英雄逝世选择 尤其看着Alfred Molina 以及Willem Dafoe等大牌演员 明显乐在其中的扮演经典反派 更是一大享受 他正常状态下所展现的彷徨 甚至是无助 对比成为绿恶魔之后的纯粹恶意 甚至是虐待狂倾向 一再证明Willem Dafoe驾驭 看似夸张角色的功力 前两代蜘蛛人出现之后 无假日更是证明自己不仅仅想卖情怀的野心 三人各自不同的尴尬擦出许多温馨笑料 同时历经沧桑的两人也成为新蜘蛛人的导师 最重要的是又不至于抢了主角风采 让Tom小蜘蛛在当下所感受到的愤恨和无力得以酝酿 最后几人来到漫威宇宙之后 又得以再次有所成长 譬如Toby为绿恶魔挡下致命一击的那一瞬间 又再度带我们回到当初蜘蛛人1的结尾 或是Andrew铺就MJ那一幕为他一生最大的悲剧赎罪 都展现这种超级英雄共同宇宙世事 那无可取代的感动和魅力 无论你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缺陷 至少都得承认这部电影几乎完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让新一代蜘蛛人在经历重击之后再度转变 也给了那些经典角色一个个令人心满意足的收尾 最终小蜘蛛Peter Parker选择让全世界将他遗忘 放弃自己对MJ的承诺 不与他闯剧 接下自己所学到的一切传承 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蜘蛛人 只期待索尼能够记取这次成功 好好说故事 不要搞那些不三不四的宇宙 拍些漫画中甚至出现不到两侧的角色 好好诉说这史上最受欢迎英雄的故事 甚至让前两代蜘蛛人有机会回归了 黑豹 哇 干打万岁 这部在重重困境之下 却成为第四阶段最好看的电影 甚至可说是整个漫威宇宙名列前茅的作品 Chadwick Boseman去世 让这部电影计划完全被打乱 剧组只好紧急生出一个新剧本 没想到他们不但拍出一部完整动人的作品 更是给Tachala以及Chadwick 送上令人煽然泪下的最后一程 我们马上就在一场一镜到底的戏码中 看到学里十万火急的试图拯救病危的Tachala 但是他就这样毫无预警的离世 对应到当年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时的错愕 而导演Ryan Coogler 也绝对不只想把这当作一个意思意思的剧情点而已 Tachala致死笼罩着整部电影 将惆怅之喜和面对死亡的无力 以及悲愤化为整个故事的驱动力 这样的创伤和愤怒 即使在不直接相关的戏码中 也成为各个角色的动机 不仅仅是女主角Shutie Angela Bassett所演出的女王Ramonda 更是大大强化这样的张力 她在联合国会议和瓦干达议会上的表现 每一句话都令人感受到心如刀割的切身之痛 但却又不失威严能展现出 即使在这重创之后 她仍有保家护国的决心 Ryan Cougar更是动用诸多巧妙手法 让每一场戏都跳动着漫威电影少有的生命力 例如塔洛坎人入侵泛金属开采船舰 堪称恐怖片的呈现手法 从头到尾都让人有如听到海妖之声一般使人着迷 却又寒毛之术 又或者是联合国和佣兵入侵的戏码交叉简介 十足显现出联合国强权的卫善 连漫威最被人诟病的出戏式笑话也非常克制 出现在本来就比较轻松的戏码 多数时候也是由钢铁星Riri呈现 虽然说Riri这个角色初登场不怎么令人惊艳 但也只是个小缺陷就是了 最强戏的当然也就是这次反派Namore 我们甚至不能称他为反派 只是为了保护国土和人民 无可奈何地与瓦干达人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这次选择Namore作为反对势力 又将他漫画中传统的亚特兰提斯起源改为中美文化 延续第一集探究种族议体 以及殖民主义的遗毒主题 以塔洛坎一族呈现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美丽梦幻国度 但也显现在现实世界中 西方强国的强取豪夺 导致其他人为了资源而被迫发生本来能够避免的冲突 Namore起初对Suri和瓦干达留情面 以礼相待的表现也更加深后半段的悲剧 难得不是又一个义正言辞 用独白和极端的邪恶来展现自己威胁性的反派 时时刻刻都能看到他所存在的历史创伤 以及他必须对于瓦干达痛下杀手的纠结 这建立在误会以及痛苦抉择上的冲突 创造出一个几乎让观众无法选边站的故事 Suri发展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看着他逐渐被复仇之先吞噬 知道自己这样下去肯定会走向毁灭之路 但又无法放下Tchala死去所带来的悲愤 真的会让人以为导演想要大胆地塑造一个负面曲线 让我们的英雄因为心魔而走向不归路 只不过我还是要说这可能只是我个人厌世口味问题 最后让他在一瞬间就突然得到救赎 还是有点可惜就是了 黑豹娃敢打万岁是一部凄美的电影 再次表现Ryan Coogler真的懂得如何用角色来塑造一个好故事 更证明漫威不需要惊人的客串 或是对于未来发展太多暗示 就能塑造纯粹的动人娱乐 即使在电影结束之后仍然深深烙印在心中 最后来到终极的第一名 怎么可能还有别的选择 落极到底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影集的解析成为我整个频道史上 唯一超过300万流量的影片 这样完了收工 现在这点画面上 Are we there yet? Not yet! 但是说认真的 我从没想到漫威能拍出这样的作品 当初得知这会是一个穿越多重宇宙 时间旅行的故事就已经够令人兴奋了 加上主角又是永远让人看不腻 由Tom Hiddleston饰演的洛基 即使只是个有趣的故事 就已经够令人满足了 但洛基打从第一集 就冲破所有人期待 首次介绍TVA这个管理漫威时间线的组织 而洛基也马上被迫面对自己多年来的创伤和失败 更是趁机探讨说故事这个概念本身 一个好的反派就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 但是一个反派之所以会是反派 就是因为作家决定如此 要他成为衬托英雄的反对势力 无论再怎么因人同情 无论有着多么悲剧性的故事 终究还是会有一个输引 洛基是一个自以为主导命运的角色 一个只有极端手法来吸引注意 硬是遭出自身故事的人 一个自诩恶作剧之神的悲剧孩子 看着他体会到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一切都是故事之神的恶作剧 一辈子告诉自己的谎言崩垮的瞬间 着实是整个漫威宇宙最令人鲜碎的一刻 这里没有壮烈的牺牲 或是失去任何实质的人事物 而是洛基一生所拒绝面对的不足以及排斥 就这样赤裸裸的摊在阳光底下 这还不简限于第一集而已 在六集中 我们就这样截二连三看到角色坐下来静静对谈 一层一层的剥开这尘封已久的洋葱 在面对事实之后 洛基也才能真正得以成长 也完全善用TVA的设定 展开场横跨时空的冒险 在这段过程中 这影集同时探究了人们必然面对的死亡 以及在认知到自己肉体和灵魂的有限之后 才能够真正活着 更是探究何谓存在 为什么人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灵魂 却又往往变寻不着 带出Sylvie这位女版洛基变体 更是个天才之举 为洛基的自恋增添许多神度 她的自恋并不仅仅是不在乎其他人 而是一种不断渴求成为自己 却又因为这样的欲望而处处叠交的矛盾 洛基会爱上Sylvie 正是因为她走出了自己的故事 小时候逃离TVA 一生都寻求扳倒这个将人生故事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组织 却被迫过着瞻前顾后不断流亡的生活 随后她开始将Sylvie视为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 紧抓着她 将她视为自己唯一的救赎 但是这真的是她要的吗 Sylvie走出自己的故事之后 难道不是造成更多痛苦 最后两人来到时间镜头 在好康面前的争执 实在没有人能给出任何确切的解答 洛基一生所寻求的光荣使命就在自己眼前 只要杀了时间守护者 她就能得到自己一生所寻求的故事 但是这样的结果又何尝不是更高存在的安排 她穷极一生的追求 有没有可能只是其他人都设计好的故事 反倒是表面上看起来更懂得寻求自身意义的Sylvie 眼中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全然执着于走出自己的路 即使杀了好康 会带来全然的混乱和苦难也在所不惜 啊 再花半小时也讲不完我对于洛基的爱 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都充满着矛盾 讽刺和冲突 探究说故事本身的同时 也像所有人示范怎么说一个好故事 最后一切铺成全部汇聚于最后几分钟 坏康雕像微微出力在TVA正中央 虽然不像无限之战弹指化为粉尘 或是英雄内战Tony与Steve决裂 却代表着久久让人难以忘怀的彻底溃败 洛基和Sylvie的行为与选择已经违及了整条时间线 最重要的是他们更是让自己失望 从任何方面来看 洛基绝对是漫威的世事巅峰 我也很欢迎短期之内能有任何故事超越它 至少在洛基第二季 明年暑假推出之前都没办法 漫威第四阶段17部终于排名完了 漫威多数时候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电视剧 只是有花不完的预算 Kevin从一开始就想要让漫威宇宙感觉像是在看漫画 但问题就是漫画本身已经越来越混乱 难以统合了 现在来到第五阶段 来个小彩蛋或客串已经不够了 漫威必须好好找到方向 在多重宇宙叙事和导演个人风格间找到平衡 不过可喜可贺的是 第五阶段现在看来已经是上轨道了 有只夜魔侠以及雷霆特工队这些比较贴近现实的故事 但同时惊奇队长2或是星际1公队3这种宇宙级的电影 一步一步的像秘密战争以及X上景回归铺陈 总有一天漫威也许会再也没有故事好讲 那到时候我就要找别的东西来蹭了 但是这天看来在可见的未来中都不会来临 只能期待漫威能汲取第四阶段精华 汲取那些较为失败作品的教训 好好发展多重宇宙了 你们心目中排名如何快来留言讨论一下 当然想要看更多超花时间制作的影片 记得点画面去看我的电语判课三万字解析 我是超历房 我们下部影片见